歡迎收看我不坑拿鐵頻道 家居玩手FIFI我要活下去 如果沒有訂閱拿鐵頻道的話 記得訂閱打開通知鈴鐺 才不會錯過新的影片通知喔 這場要來測一下AE24的技能跟 尼姬塔的技能 主要來講一個是最後子彈呢 6發有傷害增加20% 一個是封鎖敵人的技能 今天就來測一下吧 然後再來就是我今天拿雙池V充 想說測測看 等一下如果可以買雙池V充的話呢 最後幾發的彈藥傷害會不會很高 因為有增加20% 充鋒槍的部分 然後雙池V充也算充鋒槍 所以說兩把應該也有傷害吧 總之來實測一下吧 來測測看到底有沒有傷害 我看一下哦 哎 哇好貴哦 雙池V充要2800 我們先玩拔蠟好了 練一下拔蠟吧 很久沒打團隊突襲了 很久沒有在 台服玩團隊突襲 最近都在拍體驗服的內容啊 改版後終於可以玩這裡了 好像有人開麥耶 這聲音很奇怪哦 好像家裡面客廳有時候有先關了 現在大家開麥比較亂罵了啦 會被檢舉哦 榮譽分數太低你就不能玩遊戲啦 不能玩牌位 騙他出來 這個有可能有敵人會去撿那個空手 哎 他把他按蘿蔔燈 等一下等一下 我要等敵人去撿 哎呀他衝過去了 看到敵人看到敵人 哎 跑掉了 找不生 哇塞 等一下 至上全速嗎 快跑快跑 至上全速 至上全速 走開 我忘記了 我可以丟技能哦 我忘了 哎 丟倒了 我剛剛看到至上全速 你嚇到 我覺得他衝過來有可能至上全速 第一場最常遇到敵人 反彈球 哎 沒殺到 這已經倒了是不是 結束了 衛免太快 發生什麼事 我剛剛想再繞一下 然後看可不可以丟技能 因為他A24的技能其實不太好丟啊 他抛物線的時候會有bug 那個虛線會不見 我在測經典模式我發現虛線的時候不見 MP5 MP5這個版本也被調弱啊 稍微被調弱 UMP也是 現在就是可能MAX10那些比較沒有調整 愛羅伯頓 加油加油 我覺得這個技能也是要剛好要敵人的時候在丟 我先上去 哎有人 好給他給他給他 我先子彈就好了 前面 哎 這場隊友好照哦 瞬間收光光哎 沒有遇到敵人就結束了是不是 他空頭是什麼 哇塞 被偷 殺蝶沒有我分 偷襲就有我分 哇塞 被開一二 丟一下 沒有中啊 這技能到底沒有中啊 我發現A24這個 這個技能最大的問題點 最大的缺失就是 光方沒有做一個 擊中的反饋啊 哇哇衝鋒槍有夠貴 雙十滴充兩千多 還不行 我先先先賺錢好了 他現在故意把光方把雙十滴充改比較貴啊 以前很好買現在很難買 現在越來越貴了 貴到就是你買的話你就沒錢 開麥克風 我把他麥克風關掉 不能開麥克風 錄影不能開麥克風 總之我覺得A24他這個沒有反饋不太行啊 不然不中啊 哇 欸怎麼多人啊 哇塞 淡姐淡了三個 怎麼拔辣 這個敵人 等一下等一下 繞一下繞一下 等一下救他 哎剩一個了 剩一個了 哎這場隊好造 瞬間全部結束啊 輪到一大圈 至少一個在救人 然後腳步伸 剩一個 然後腳步伸 樓下 哎 結束了 總之我覺得A24這個技能要像閃光彈一樣就是你丟到以後 以前閃光彈其實沒有提示 後來才改就是中的話會損一滴血的一個提示 讓我們知道說他有中 所以我覺得這個之後應該要增加這個功能 啊 這V通都買不起好了 2800 我們3比0哎 這會不會最後一場 沒有辦法買 等一下 沒有辦法測的話 只能去測一下訓練島 我測這個啦 發麻斯好了 發麻斯2 現在所有槍 只要你在精靈模式中只要進化 不是所有槍 就是可以進化五千 就是買 買或用減的 拿晶片 我看到人哦 哎有人 收回去了 收回去了 我們家有一個 哎中間 中間有敵人啊 我先去抓中間的好了 旁邊的交給他 看到人 發麻斯台槍直接倒一個 來不及救哦 但是沒有人 這個 哇 我剛才想說他們接他方向有個敵人 不知道自己還沒倒 我卡住 我要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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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在前面的屋子吧 哇 又倒了 先倒先倒先倒 來不及救哦 他直接被收掉 好 頭上 在哪 看到他 哎有沒有 我一二四的虛線不見了 我剛丟技能 虛線不見了 我剛才中間 我要修夾按到 先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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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不出來是不是 墻後那不是有一個嗎 出來是不是 是哪裡也順殺呢 再來一顆 左邊 好來掉 四殺 結果 結果根本不可能撤到衝鋒槍最後六發 很難耶 除非拿NP是贏啊 不然要燒到最後六發還蠻困難的 而且我雙10P雙沒拿到 太貴了 因爲我們 呃太快結束了 然後都隊友殺的 哎我MVP 我沒殺到什麽人這樣MVP耶 我想說我這場沒殺到什麽人 最後一場四殺的關系吧 OK 我來看一下 這場隊友很棒啊 有人穿到那個 有人抽到一個新的服裝了耶 金幣轉戰人服裝 這套還好搞笑 他穿得好搞笑 給他們個讚吧 超超級造的 然後現在下面多很多工人啊 就可以檢舉 然後有個箱 哦數據概況 擊倒治療量救助 我沒救到人 好酷哦 可以看到這個耶 他現在資訊真的是越來越多了 這個我不知道之前有沒有 印象中好像沒有什麽印象 因爲我平常都直接跳一出去 沒有在看啊 好啦這場很可惜沒有拿到雙齒V衝啊 之後再來測啊 不然我們去訓練島測好了 訓練島應該可以測出傷害 哎對齁這樣比較快啊 拿不到我們直接這邊測 我先測一下單把 因爲我是想雙齒V衝衝鋒槍 如果雙齒以後是會很可怕 好第六發 二七 多四滴血 換雙齒V衝 二三 二三 就六發 哎沒有傷害 雙齒V衝沒有雙齒的話沒有沒有額外傷害 跳哦 官方故意的啊 如果雙齒傷害再加20%很可怕 可是單把有啦 雙把你們看哦現在92對不對 然後最後6發20% 對啊沒傷害 目前開始沒傷害 所以雙齒V衝 因爲已經夠強制了 可是單把是有的 108有沒有 92變108 很痛哎 再四擊防 35變42 多7滴 哇不錯不錯 我們再試一下MP5 總之全部衝鋒槍 你知道裝尼基塔 你是喜歡玩衝鋒槍玩家 你就裝這個技能 可是 其實我很少遇到 我看我開槍開到最後底才打死滴 因為MP5實在那麽多 74 最後6發 89 很多哎 74變89哎 我們看一下防彈衣身上 11變14 3滴 哇哦不錯啊 只是說 你也要真的非常砲槍砲到你最後幾發 才打死滴 不然其實要拿MP4那些很比較實在啊 好啦 總之今天測一下 A24的技能啊 我是覺得最大的缺失是 光幫沒有做反饋系統啊 就是像閃光彈剛出來的時候 也是在丟出去 沒有反應 所以我們根本不知道有沒有中啊 然後你們看這個換彈嘛 最後6發是增加20% 然後這個A24的話 他少做一個反饋 就是讓我們知道敵人中了 然後我也沒有中過啊 中的話我記得是會顯示說 你 技能被封了 然後封就封30秒 對大家上次這樣 然後這個後面有在實測吧 看有沒有敵人對我丟啊 對我丟的話呢 我就可以測一下傷害了 好啦 總之今天分享一下這個測試啊 我覺得A24這個一定要調整啊 對方到底有沒有中技能不知道 那大家有覺得改版後有什麼技能有問題啊 還是有什麼BUG啊 有遇到任何BUG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們今天遊戲玩到這邊 如果大家喜歡大家聽影片 各位喜歡追蹤我 打開同志鈴鐺 後面繼續下載Feedback攻略的情報 也記得訂閱Youtube主頻道 副頻道玩具頻道 還有哪個頻道 最後有TOOCHIG粉絲團 SOUCH我不喝 那你也會找我了 也謝謝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遊戲見囉 掰掰 Bye